在这些区域的话 那种未来新生 小孩那种基因疾病就会 马上就下去了 所以您可以想象一个 没有基因缺陷了 甚至很少疾病的世界的 与时代的出现 对吧 我就认为就快到了 所以敲钟的时候 为什么 我说是敲响了 基因相关疾病的上种 所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时代 就跟农业时代 跟工业时代 没法说到一块去 所以过了二十年之后 我们所有的对于经济 生活意义的理解 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农业革命和原始采泽 带来的变化 工业革命对农业革命的摧毁 对吧 信息时代对工业思想的摧毁 生命科学对工业思想 这边是纳米尺度的 这边是微米尺度的 尼米尺度 你对你的生脑病 就像看一本联合画一样 看得清清楚楚 你有什么不舒服 它一比就比得出来 我所有的变化都清清楚楚 那我就真的知道 我的生脑病神 是哪一天怎么控制 你们现在上面这个好 还是下面那个没有 这边上面变好一点 汪剑很少谈论 他的早年经历 在媒体上 他总是强调 吃喝玩乐是他的人生哲学 但我还是好奇 在他表面的戏谑之下 他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 又是怎样的力量 塑造了这种价值观 我跟我谈什么兴趣驱动 少扯淡 通通是吃饱撑的 达文不吃饱 他能干这事吗 他吃饱撑了 不就是你举动吗 这两个有矛盾吗 不不是 他先吃饱了 他先呢 他妈的殖民主义 带来的财富又不完 没有一个人在穷空 贫困中为人类做出贡献来的 没有人 政治家如此 科学家也如此 我认为最傻的就是企业家 那你干嘛干这些傻事啊 我是什么 我啥都不是 我说吃饱撑的 你就是企业家 是撑点 我追求的是人类终极追求 那就是吃喝玩的这个两智永 对不对 三皇五帝的最终的人生 都是念灯嘛 对不对 我们干嘛不提前念灯 现在的华大比如说 在全世界里面竞争者有吗 你觉得 没有 回到94年 当时您 总于在美国待了六年了嘛 要回到中国 是跟受到这个 这个基因组计划的启发 我关键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技术变革的话 必然带来科学和产业的双重机会 工业的崛起 它是农业支撑的 对吧 所有的国家的 都是农业崛起 你要回顾来说 那个民族卫星 还有三件事情 你就现在你不能不扶它 主张大力发展水道 所以它到了甲午的时候 六个新品种 是它的整个日本的水道产量翻番 还有这个有意思的数据 对啊 它支撑着日本的农业增长 第二件事情 工薪产业 培植的工薪产业 就丝绸 甲午的时候 百分之七十的军费 是商产业 是丝绸业支撑的 第三件事情 就是它确定它的海洋战略 它先是近海捕捞 然后到远洋捕捞 然后你去看那个 1860年 它确定了 它叫大东亚安全线 利益线和安全线 所以它现在的竞争与什么那种 海洋的这种模式 其实是那个时候 是明智卫星确定下来 这三大的农业支撑了 它后面的工业发展 所以你要搞一次新的 通过生物技术来完成的新的 类似的明智卫星的事是吗 对 对啊 这有两百年落后 我们为什么不到前面去跑去玩玩 我说跟到后面走烦不烦 烦 那时候到前面去玩玩行不行 行 完了嘛 您什么时候觉得 我们现在真跑到前面来了 是我们带着就玩了 2003年 那么早就开始 对啊 2000年的时候 发现有大规模计算 数学的方法 香港的方法 能够把这个基因可以拼起来 就计算技术 和大规模的工业技术结合起来 可以突破了 然后在这个时候 日本人没反应过来 英国根本就不跟计算机来往 美国呢 他妈的有两派 一帮就是数学计算 导向派 一帮是生物学导向开 我一看 打中架 在两个方面一块 绝对赢 我多鸡折 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挺意外的一个 你不在前缘你体会不到 我一看到美国那个大的 他为什么行啊 他7000多个CPU抓在一块 我回来我就订了3000个CPU 跟我谈大数据 老子是祖宗的祖宗伯 您有没有特别科学上或智力上那种偶像的人物 比如说达尔文或者什么 他会有这么一个这样的人存在吗 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在综合评价上 已经不次于他们的共享 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了200多万人的出生学员空泽 将近有2万个家庭了 如果我们明年做到2000万了 如果我们做到20亿呢 对吧 要把这个科学论文写在人类的地球大地上 商业直觉和领导能力上 包括你那些朋友 比如像你跟像Bear Gates 或者碰到你很多成功的商人 你跟他们 你会潜意识做比较吗 你跟他们的相似和不相似 没有相似心 目标不一样 我们是为了拯救自己和拯救人类来的 我先拯救自己来 我说我对我自己描述很简单 贪生怕死 自私自利 贪婪懒惰 12个字 贪生怕死就跟我来 勤劳勇敢地一边去 就是我说你笑你不信 我干 你看 你怀疑 我好你学 你交钱 好谢谢 到时候这个报告的话 可以到时候 可以啊 工作人员发到你留箱 行 你特别疲倦的时候怎么办 疲倦 会吗 特别疲倦的时候 随便找个灯上 咪一会儿 就好了 这样啊 有个20%就够了 是不是你把它弄糊了 其实也弄糊了 对啊 大概多久 你说他还多少年可以把它弄活呀 现在主要是生不出来 是没有那个那样的一个容量来 他带人不来 嗯 别的像带人不来 嗯 如果是纯粹一个科学家 你会比人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我在80年代的时候做科学很厉害 我87年的时候我就参加湘雅的那个副教授竞争啊 嗯 我十几篇第一作者文章 在那个时代几乎没有人受对手 最近我才突然误出了 其实还是工具问题 嗯 我80年代初有那么牛逼 是因为世界银行贷款给了一个电子显微镜 我他们天天报到那个电子显微镜 别人跟我一抢啊 我就晚上干 你晚上干到十点 我从晚上十点干到天亮 嗯 所以那个时候你有新东西 所以你觉得工具是驱动一切变化 最最本质的一个东西 最核心的一个东西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有了用火的能力 就有了食物 肉食才有人类进化 有了对稍微高的温度的控制 就有了陶瓷 就有了青铜器 到了上千度的温度的控制 就有了铁器 到了上万度温度的控制 就火炮 到了上百万度上亿度的 就有了核武器 嗯 都是你对那个东西掌控能力啊 对一个工具掌控能力 你没有这些工具不可能的 是唯一一个人真正牛逼的就是那个 就是爱因斯兰 就空向出来 他也他那个量子测量 他还是他想出来有人给他测 所以那个物理科学实际上说白了也是个测量科学 生命科学也是个测量科学 对吧 你有测量 为什么我对这个认知那块表示一个怀疑呢 因为你没有测量 没有真正可信的测量工具 对吧 我们思维过程是一个量子过程 我现在没工具 我量不出来什么东西 先犯法 嗯 那你相信灵魂的存在吗 你心得一堆干什么 费那个劲干什么 他自然到时候就会认知他的 所以这些灵魂这些意识都是可以通过新的工具来 把它算法化数据化的 一定会 所以你也不太相信人身上存在的那种神秘性 不可解的神秘性 神秘性是我不认知啊 是无知带来的 对啊 哪有从意不可解采的 有因就能解得开 那会不会变成一种盲目的科学 科学主义式的自信 那科学训练的前提 就要意识到这种无知的存在啊 无知你去探索 你觉得你有精力你就探索 你觉得你有心去探索 那怎么比如解释像牛顿这些人这么聪明的人 到晚年好像又回到了意识对他们的诱惑 难道是他们不认知 就是说他们也认知水平也很高啊 这个心理上的逻辑是 现在是没法量化评价的 是不是永远都不可能量化评价 是因为这个原因 不是你管他那是干什么 你才那么远干什么 你都想那么远了 我们就不能去 不是我想的是能实现的 不能实现的先放一边去 我要在我有限的生命中 把我的认知和能力发挥到极致 在未来的社会上可圈可点流的一个 不要为那个 那个秘识学你解决不了的东西 一辈子饭吃了 但比如人类社会的存在 不就是因为一部分人非常的要解决现实问题 另一部分人充满了幻想才构成了人类社会吗 我们现在还不够幻想 就是说你以一种非常理性的面目 或者说和那个逻辑的面目 做出一个特别幻想的一事 是不是 对啊 对吧 别人 一个疯狂的事 对 我已经够幻想 你说算让我幻想 就不公平了 但你想过自己身上的这种 这种这么持久的一个热情 强烈的热情从哪来的呢 是基因带来的吗 不是挺好玩的 但您的生命不是车而乐 你的生命是创造力 创造性啊 你是对创造性的迷恋的 你不是对车 你对车而乐一点不迷恋 我觉得你 你就是忽悠人的 你是对不断创造新的东西的兴奋啊 对 那也是一种玩吧 你把它当成一种玩吧 嗯 我操 你每天要做多少下啊 我做十多下没有 我操 不行我都在做一样下 你这个平时不做呢 不行我没怎么做过的 你还做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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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丢人呢我这 我这给我们丢人 你们谁要来试试 汪剑有他刻意的强势与戏谑 回避我对他内心的追问 到底是什么促使他 以如此的热情投入到对生命科学的探究 我感到答案或许存在于他一直试图忽略的个人成长记忆之中 我做这个 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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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时候最想干嘛呀 十几岁的时候 十几岁的时候 十七八岁的时候 我这想不想不想不想 对那时候想干嘛 想进城 那插队是吧 那时候 对呀 你现在回忆起来 比如说当时在错儿爹生活 对你个人的想法也好 性格也好 这种影响 想什么法 今天晚上有没有吃的 晚上能不能吃吧 我在生活中就没有什么困难 最大的困难就是 就是 我那个时候最大的发明就是这个 监守自道 我们那个粮食上面都是用那个 叫灰印嘛 盖的那个印嘛 然后是几个人 你负责药食 我负责印 然后他负责什么 三个人在开那两张才能开的 但是我的妈呀 晚上没得吃的 怎么办呢 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 就从那下面就拿 捅 嗯 捅一个动 那个那骨子就露下来 也不能露多了 露过一斤两斤的 就把它冲成米 当天晚上就得煮着吃了 第二天收拾得干干净净 要不然监守自道就暴露了 后来说哎呀 这个不好 这个有个内疚感 那干脆就弄点粮食 在边上弄过空房子 嗯 然后到晚上就放几个饭的 然后老鼠就会进去 估计进去了十几只老鼠 把老鼠一关 然后把老鼠全部消灭掉 煮一顿吃的 那吃肉我差 比监守知道粮食还够 好吃吗 当然对 你说能不好吃吗 你饿了天温地暗 什么都也不好吃 嗯 最好玩的事情就是 有一年我们家闺女那个 医药就面试没有娶她 她就不得了了把门关了 我问你闺女啊 你这老大赶紧回来吃吃饭 你不知道什么叫精神痛苦 是吧 我说我这个人就从来没有精神痛苦 只有肉体痛苦 我就知道三天 两天不吃饭是什么吃饭 什么两天想不开我 从来没有过 我问你 有本事你别出来 刚开始还跟我说话 后来理得不理了 把门反锁了 我们就是装模作样 放个面包 放个血液放了 第一天她真的没碰 第二天晚上 偷偷摸摸出来了 我说 姑娘你这个精神痛苦重要 还是肉体痛苦重要 嗯 那还没精神痛苦 我们那个做见太多了 什么狗屁精神痛苦呢 就是你给别人讲整个的这个 不是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策划 就是华大到底想干什么 我们把这个把历史回顾了一下 把未来展样了一下 就是实际上就定下来 就这个方向 嗯 我昨天看了一下 就是宏大的一个地画 其实说白了 就这么三件事情 嗯 就这三件事情 能源这个无极限的时候 能源可控无极限的时候 是不是农业就 新的农业就出来 就可以一劳有命 不劳二货了 对吧 当这个生命基因可操控的时候 生命是不是 理论上就快说无极限了 然后就认知吧 对吧 嗯 所以对认知 对没有测浪的话 所以认知就是 近期还解决不了 嗯 所以大家都能从心理学活动啊 从那个作家的那个胡想上 八想上去去掰的 就是 否定我们的工作 胡想 那不是胡想 我那个就主张 你要你要找到物质根据 没有物质根据都是不靠谱的 但人不是光有物质构成的 他那个精神也是物质 你是很特别相信这一点是吧 我就觉得不信 我就觉得 你没有能量代谢的时候 你还能想东西吗 不可能的 对 但仅有能量代谢也不能写东西 也不能想东西 所以说它是分子层面以外的东西 我们现在没认知它 不否定它 也不要放大它 对 如果20 就像您说2074年离开的话 你希望墓碑上能写什么 精彩人生啊 我们是早写好了 我已经潇洒够了 我管那么多呢 而且我细胞找存在那儿 小心他妈的 他造一个出来 生命科学实际上 生命定义是什么 生命怎么来的 怎么去的 为什么生老病死就是自然规律呢 我农业革命的认知 工业革命的认知 信息时代的认知 都给它抹掉了 我这讲的万物生长不靠太阳 对不对 你可以造出任何工业东西来 我可以造出任何生命东西来 嗯 所以我们看了宗教界的人是躲得远远 最后他们的合法性是吧 对 上帝在哪儿了 等一下 你去过我们那个 到我们五楼会议室去 小王 嗯 这个501那个房子是不是空的 对 等一下 那个在那个室内 你是感觉的 坐在那个森林里面 你去 保证 保证 不是看一眼 转移到那去 你还有什么要追问呢 你们还追问 直接把你们搞懵了 还想追问我 这句话一定要记着 是不是搞懵了 嗯 对 但很多地方不同意您的 我不是一个幻想家 我不是讲我 我会多了理论 我觉得您是真正的幻想家 正正的幻想家 正正的幻想家 我是最大实践的 嗯 嗯 嗯 我看他们别的本事没有 说到做到 气势 挺好 保持住啊 我靠 你闻闻这里面的气味 嗯 嗯 你看看我们这里 什么人间仙境 你闻闻这里面的气味吗 再造个伊甸园的感觉 那当然了 是吧 我又把人造完了 这些智慧都有了 哈哈哈哈 一个内心要当上帝的人 太可怕了 哈哈 走走走走 在这里接着聊 哇 是好神奇啊 我现在是整个想象就是 室内环境室外化 嗯 这个室外环境动物园化 哈哈哈哈 最终是造这个人间仙境 哈哈 我懒得理你们 你们爱说我好呀好 坏呀好 你有本事有这个地方 让你在这活着 那你觉得未来五年十年 或二十年最重要的大知识 到底是什么呢 医疗和健康是非常清晰的 对吧 就是对生命的掌控 对这个新型农业的掌控 万物生长不靠太阳 立体农业不靠土壤 掌控生脑病死 不是梦想啊 你觉得这样的时代会来吗 肯定会来 是不是 你不觉得可怕吗 可怕那是工业社会人 意为可怕 我们是未来社会人 不可怕 对吧 他们那天说你这小子 你这哥们老哥们 你就是一个混在当今 活在未来的人 我说这个话对 我还听 我对当今的东西 我就没多大兴趣 对吧 这个房间你一进来 你就2.5也不是问题 所以我们 氧气也不是问题了 所以我们一到火星 一到别的星球 就都不是问题了 绝对不是问题了 就现在所有地球的困境 都可以解决了 当然是可以解决的 所以说世界是为活得长的人准备的 你不要去想那些社会问题 你费那么多劲 批评这个批评那个 你不想想世界下一步是什么 往那一蹦过去 这些过去全都去掉了 对吧 往事如烟 它就是如烟 那你就说对您来说 从莎士比亚到哥德 到鲁迅都没有意义了 他们这些人存在 他们东西我从来不看 谁是谁啊 这是一个最大的冲突 就是生命科技 和工业革命的冲突 所有的思想文化积累 都是工业革命 和农业积累来的 我说不要去看那些东西 我们进入个全新状态 我将来把你大佬给你解密了 我说 思想在拐不惯 给你灌点迷魂汤 我说 再给你吃点幸福水 但您不觉得人的记忆痛苦 哪来的记忆痛苦吗 痛苦什么苦 你这不是对人反而来一样 我怎么没痛苦 你不可能没有 怎么可能没有痛苦呢 如果你坦诚的说 没痛苦 好吧 这属于耍赖是不是 对 真正的痛苦 是来自于吃不饱 穿不暖 你痛苦一定是把你的思想要强加于别人 别人不听你你就痛苦 我根本就不想你怎么想的 我怎么会有痛苦呢 你骂我 我从来没听见 我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 要你的说我 想那么多看 你躲开那种痛苦不就完了 这个痛苦 并不一定说对抗 这就是人的一种天然的一部分 天然你换一下 你做一个猴子 你打兵 我觉得你规矩 你规矩肯定不同意这个 我觉得 所以我规矩 最后跑出来吃我的饭 他有没有是两天两夜不出来 三四个小时就扛不住了 您不真的很少担心 比如技术失控带来的风险吗 我管得了吗 但是所有 比如当年比如爱因斯坦造了原子弹 他其实是很内心很多的纠结斗争的 他觉得这个事情由他而起 不是 你这个说法就是典型的这个学者的想法 我这 你这给我扣帽子 然后我就把他们说了 学者都可以这样 我说你给我闭嘴 你做一些事情 你来 你来牵头冲头做到尾 你说过来怎么样 他马上就不说话了 你做着做着你就知道了 你有那么多责任 你有那么多人 这样子只要吃饭了 他跟实践是不一样的 但是有人批评实践 本来就是一个社会的一部分 那你去批评你的 我还没听见 我怎么管那么多了 地盘在我的手里 我想怎么干怎么干 我没有拿纳税人的钱 才做的事 你就管不着 potentially会带来双刃剑 那potentially 那我就不能不动啊 什么事情 前缘都是双刃剑 你这个必须面对这样的事情 如果 所以我都不参与这样的讨论 你问我有什么痛 我没痛 我有什么痛 问我有什么难处 我没难处 因为我觉得我每天都在往前走 精神上的东西 要靠自己化解 当你这种社会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 你换出活法 对吧 你像文革的时候 弄的时候 我下乡去了 我跟农民在一起 那无忧无仇 对吧 所有斗争跟我们都没关系 我们是唯一的就是填饱肚子 那不是一种活法吗 对不对 然后大家都去出国的时候 跟着去出国 跟着墨西哥人在那学英语 觉得很累 但是我有一份工资啊 我有吃饱了 学得好就学 学不好就不学呗 对不对 比起我们的前辈 比起我们的那些当年的那个想象知青年 我们太幸福了 我前一段被一个人狠狠打了一拳 骂了我几句 我后来就想给他下跪 六八年四月份 我们俩的那个猜拳 福克劳个密码猜拳 打倒刘少奇 打倒邓小平 他蹦出一句话 打倒 对吧 我说这不能搞了 不玩了不玩了 几个小时警察来就把他带走了 我也没当回事儿 然后很快我就离开学校了 我就下乡去了 然后一晃三十多年了 我们小学同学聚会 说老王你现在是名人 你必须回来 他就给了位去 想不起来他事情 我们俩当时做的一个 应该做 他判了十二年 我操 他七十年代的时候 他可以写个申诉书 什么东西 就给他放了吧 没人管他 家里老人去世了 没人了 他一直把老底 做到八十年代的时候 放出来 放出来他 他不敢面对社会 你像我们的小学毕业 他也没有文化 也没有精神 没有社会照料他 他就跑到一个 那个乡下老远的地方 承包了一节公路 在那修路 你又修了十几年 所以修路没法活下去 也没人管 所以他没办法 他又回到城里面 城里他活不下去 他就摆个小摊 小摊那边上有个小摊 一个单亲妈妈 就他们俩互相照应 然后两个人就生活在一起去了 六八七八八八八九八零八 四十三年四十二年 他见到我 他打我一拳 眼泪水出来了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 他认为是我举报他的 我说怎么可能呢 我们家那么黑五类 我怎么可能举报你呢 但是警察问我 我说是说过那句话 然后我们就不敢玩了 像这种东西你说 所以我这个揪心了 怎么能避免生活中的这种 这种东西 后来我的结论 这华大人都知道 同志们活着是硬道理 健康幸福的活着是硬道理 活得长长久久高高兴兴 是硬硬硬的硬道理 其他全他们扯的 什么狗屁精神 想不明白换种合法 这个地方不行 那个地方去 还SARS比亚来 他妈呀 谁啊 他娘的 这是管他那些东西 他没缓一遍 等我 等我 等你 12个地方 2个地方 sono 恰恰恰恰 早点 5个地方 4个地方 4个地方 你心里有点不佩服这种人 吃饱 有一口饭吃 就喝了 你心里有点不佩服这种人 拿生命堵的那些人 活出我们这人的精诚 对吧 8月中旬 我来到深圳